这个树比较小,还是比较热 早上起来热的不行,我把这个外皮来就掀了 丢了这个沙沙,它两面通风 如果少刮进点风的话,就不是那么热了 现在还是热 是比方上船完了 昨天就没有走了多少公里 就得多走点 哎呀,又是炎热的一天啊 高温,黄色预警啊 今天最高的温度是35度 今天和明天最低温度是17度 所以说这两天要保充体力啊 不敢中暑 没风啊 如果有风的话就凉快了 好了,不早了 赶紧收拾东西 东西都收拾完了 这就是我昨天晚上住的这个小树林 其实应该是在这个树林里面睡不睡 因为这个树林的树它比较大一点 这个树它小 早上起来还是遮不了太阳 走啊,出发 这一条小路啊 不知道啥时候就走完了 但是我走着比较安全啊 可大车不是一条路 今天还好 这树能给遮点太阳 树稍微遮点太阳就 不那么暴晒 热和热就不一样了 这条路走到头了啊 原来开始走完了 这就得上大路了 这边的大车多了 这路也挺快的 这边的大车多了 这边的大车多了 这路也挺快的 平罗仍名欢迎宁 这个平罗是不是就属于石嘴山了 终于走到路边有了冲桩了啊 有了房子了 从迎山出来 一直路边就没有冲桩 你看 超市 餐馆 汉餐 卖龙胎的 都有了 夏庙 服务区 一公里 看看去这个服务区 如果有合适的地方 咱就去这个服务区休息一会 哇 这个车怎么倒脸的 这怎么倒车俩 倒车请注意 倒车请注意 开大车的司机就是牛逼啊 走错路了 开大车的司机就是牛逼 从这卡卡就倒回去 石嘴山还有二十八公里 汇农七十八 乌海一百二十八 证明这两天天热没有走了多少公里啊 这两天不赶路随行所欲 想走就走不想走就不走 大车后面的荷兰山 大车后面的荷兰山 这儿有卖凉皮的 吃一碗 凉皮 哎呀 凉皮就是灭皮是吧 三七哪的 三七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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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中的 多钱一碗了呗 八块 啊 给我来一碗嘛 能不能带走嘞 那 热的不行了 吃点凉皮吧 买了一碗面皮 八块 那找个地方去吃了它 这儿还挺多的 夏天天热要少吃多餐 多吃少餐的话吃不下去 狗狗也热了 现在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 哎呀 凉快会儿啊 来 吃个驴 吃点几分 这一排这房子我都拆了 我这个监控小的 挺爽 一匹 我这儿也要买了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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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买了 你买了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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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死了 本来咱子想在这儿 这儿有个飞行的房子想休息一会儿 不行,这个房子上面有个监控 停,一直保紧保紧不行,太麻烦 走啊,再往前走一走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休息 有了树木就是好 你看我们靠着这个边走的话 会凉快一点,狗哥们也会凉快一点 现在没有休息的地方 再往前走一会儿 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这车门啊 晒上一天 开开以后热气啊 冲到那脸上,可热的感觉 放放热气 终于找下一个好地方 休息一会儿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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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一会儿啊 现在有了风了 也有了树了 就能凉快会儿了 参天大树 有树它就会凉快点 这边是整块的玉米地 庄家地 到了石准山的大转盘这儿了 太阳快下山了 这是往石准山四驱走的 那边是110国道 石准山四欢迎您 我看了一下这个地图啊 它有三条路 这条路直上也是到了这个110了 这一面外圈外环还有个110 中间有一条110 外环这条110应该是 大车走的啊 不允许进四驱啊 咋还是直接穿上啊 不用舍近求远了 毕竟外面这条路大车多 不太安全 咋还是走这条路啊 好嘞 这条街走一走 大五口 人名欢迎您 今天欢迎了我两次了 第一次是罗平 第二次是大五口 咱就在这儿休息了算了 找不下地方 但是有彩虎 我捡了何几根彩虎 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朋友们啊 就当机的朋友们 值得不得 这个大五口为什么有这么多小药来 不行了不行了 整一下一个地方 不能休息啊 咬的受不了啊 还得接着再往前走一走 还没有做饭了呀 刚把东西都拿出来 咬的脖子不是脖子 腿不是腿 穿的裤子 穿的裤子裤子都不行 穿的裤子裤子都不行 再往前走一走 又换了个地方 那个地方咬的不行了 大哥哥给找了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小小 不咋少了 切点土豆茄子 好长时间没有吃这个土豆了 把这个吃起了土豆吃 今天晚上还是我先吃啊 狗狗一会儿吃 因为那个今天晚上 第一次找下的露营地 不能休息 又捣了个地方 正好碰见那个大哥 还给找了个修理厂 这个大院 坐的一点晚了 哎 大口大口的楼 明天这个锅就下岗了 这样吃饭得劲 凳子能做 稍微有一点烫 冰火两重天 这是冰箱里冰镇了的嘴 但是烫你吃不进嘴 这次喝进去的 拔两拔两的 这就叫冰火两重天 吃了 饿了饿了 来吃吧 吃了 吃你得去 然后两斤里晚上来吃的 今天把我给咬坏了 今天把我给咬坏了 身上全是弄坏了 今天到了石嘴山大五口去了 到了两个地方 本来那个地方 总被停下来做饭了 但是那个小咬太多 咬得受不了 后来碰见一个当地的大哥 人家把我领到这个修理厂院里 这边但是也有 但是少的很多了 这边也有那个小咬 但是不像那边多了 偶尔有几个 看这手上又咬了三个包 哎呀在那边可把我咬坏了 今天饭也吃了 帐篷也得起来了 狗哥们也吃了 咱也准备休息了 走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视频咱就分享到这 我也收拾收拾睡觉 祝大家做个好梦啊 拜拜 明天咱们再见 晚安